各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来讨论的一个研究的主题是 IoPT 2013年的 第二道问题 题目是Elastic Space 我们来看一下他这个问题的叙述 我们常常会用一个水平的绷紧的薄膜 来表示,来叙述两个 巨质量小球的一个万有力的作用 那我们今天主要研究的主题是想要针对这个系统来做更深入的研究 想要了解是不是有可能利用 这一种测量跟 定义的方式来了解这个 这种世界里面的重力的常数 OK,那这是我们今天研究的一个流程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现象 我们今天 分别用不同的方式 就是让 一颗小 这两个都是一个弹性的薄膜 中间我们放了一个大质量 这边我们用五颗小球取代这个大质量 那我们一个方式是利用 绕行的方式让他来模拟类似 卫星的运动 那另外一个是让他直接 类似万有力的吸引 然后让他直接 把这个球吸引过来 我们可以来了解一下他的过程 就是 其实我们是把一个3D的一个现象 把它利用2D的一个 空间来做描述 所以他虽然其实球是这样滑下来 但是我们在 研究的时候 我们是看他水平方向的一个 水平面的一个投影 所以他其实我们只有看他在 水平面方向的运动 OK,那我们以牛顿他当年提出来的万有力的一个形式 他是r平方分之gmm OK,那我们今天在这个 所谓的弹性空间的一个 重力的一个 世界里面,我们想要来了解 这个万有力和 距离的关系 或者是跟他的质量之间的关系 所以我们目前会先把他 假设是 跟r的α次方乘反比 然后跟 m的β次方 还有m的γ次方来做 讨论 那这是我们的研究的装置 我们会在一个 弹性薄膜下面放一个 中心点放一个质量 这是我们是利用所谓的 橡皮气球的 薄膜 然后这是我们把它做一个水平的校整 那我们目前我们一开始用的是使用一个直径25公分的一个弹性薄膜 OK,那我们中间的质量我们会利用一个 支架把它固定住 然后会 释放另外一颗小球来观察他们的吸引的关系 那么我们还有利用一个 Force sensor去测量他的之间的作用力 OK,那这是我们利用 Tracker来研究 来 截取他的运动 随着时间的关系的一个 一个 一个示范的一个动画 那利用Tracker这个软体让我们很方便可以把它的 所有的 所有的位置对时间 甚至速度对时间 甚至 水平方向的分量 牵指方向的分量 甚至加速度 他都可以很快的帮我们把这些数据能够 把它截取出来 而且加以处理 OK 那我们的流程是这样 我们先 来讨论 Electric Space的 这个重力的一个 关系式 那我们来讨论 所谓的有效质量 还有所谓的有效距离 接下来我们可以针对 我们可以利用一个水平方式 水平角度的一个拍摄 我们可以把这个 这是小球放的位置 那这是透明薄膜的一个 曲线的一个形状 那我们可以利用 拍摄之后可以利用软体把这个曲线把它 fit 把它fitting出来 那fit出来的这个曲线呢我们可以利用 数据软体 我们可以 来 来做 来做拟合 发现 这个的 这个曲线的一个 方程式 事实上是比较接近 一个 自然对数的一个形式 那我们可以进一步来分析 我们可以发现这个 薄膜它是一个类似 它的切线方向是一个类似一个 斜面的作用 那么这时候小球在这个 薄膜上的时候它受到重力的影响 而这时候可以 我们可以把它分解成 切线方向和法线方向 那么这时候主要会 造成它的 运动的一个作用是 它切线方向的这个分量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 切线方向这个分力呢 因为我们在观察的时候是从正上方往下看 所以我们只会看到水平方向的一个 运动的一个 过程 所以我们还 我们在分析它的作用力的时候还 还可以把它在 分解成投影在水平方向的这个分量 从刚刚得到了这个水平方向的一个分量的投影 我们可以 知道它的作用力是mgsinθ 乘以cosθ 接下来我们会用到一些有趣的一些数学技巧 我们可以知道 sinθ乘以cosθ分之一 它刚好可以 转成tgθ加cθ的一个形式 那么 tgθ加cθ它的物理 它的意义刚好就是 斜率以及斜率的导数 所以我们可以把 这一个 关系式可以写成 这样的形式可以把它在 把这个导数 再导过来 因为刚刚这是一个导数的一个关系 那么从刚刚的这个结果 我们可以发现它就是一个斜率的一个关系式的话 那最后我们再把刚刚我们在 利用这个照片里面的一个曲线的一个 fitting 我们发现它的方程式是 y等于6倍的 nature log x 减掉7.2 我们来做一次微分之后 它刚好会 最后的形式是y' 等于x分之6 那么这边的prime代表微分一次的意思 所以最后我们可以再做一些数学的一个 转换的过程 我们可以把这个m带进来 刚刚微分了之后得到的m是x分之6 那么再把这个下面带进来通分之后 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形式 所以最后我们可以再做一些 近似的技巧之后 我们可以发现 我们的f 它似乎会有一个关系式是跟距离的 -0.894次方的一个关系 那么这个蛮有趣的就是 跟所谓的牛顿的 万有利是平方反比 -2次方的关系 似乎不太一样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 实验的一个 影片 我们 接下来我们会做一些 作用力的改变 首先我们会针对这个中心质量的一个 大小来做改变 我们可以利用 Force Sensor 去计算这个中心的质量 上面的作用力的一个改变 所以我们可以得到 加速度跟位置的关系 我们也是利用Tracker来做一些 做一些截取 所以我们会发现呢 当中心质量造成的一个 作用力是7纽顿 以及3.5纽顿 还有10.5纽顿的时候 这个刚好是 简单的倍数关系 我们会发现他加速度跟 位置的关系的曲线 似乎 还蛮 长得蛮像的 而且有一些 关系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结果 带进来之后 我们会发现 在每一个相同的位置 他的加速度的比例 刚好是有 1比2比3的 关系式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 大M的质量 大M的 重量 是1比2比3的时候 他们的 加速度的关系式 也是1比2比3 紧接着我们来看的是 我们改变 外面这个小M 这个在做绕行运动的小M的一个 质量 分别是2.5 还有5跟7 那可以从这个 数据的 结果看得出来 我们的 加速度和位置的一个关系的这个 曲线似乎 还蛮明显有 重叠的一个效果 所以 也可以 也可以看得到他们的 结果似乎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可以从这边来看 加速度似乎跟小M是无关的 所以 以加速度的关系来看 它跟小质量是 关系的 次方是0 那么我们可以 再从 F等于MA这个关系式来看 虽然加速度跟小M无关 但是 F等于小M乘以A 所以A是跟质量无关 但是它还有一个小M的一次方的关系 所以我们可以得到 我们的 这个作用力跟 小质量也是一次方的关系 好 接下来最后呢我们还做了一个 蛮有趣的一个尝试 我们可以利用数学软体把 平方反比的曲线 画出来 以及呢我们刚刚 得到的一个结果 是一个 -0.894次方的一个曲线 把它画出来 以这个图形来看 还蛮明显的 这两条曲线 是 有蛮明显的 不一样 好我们进一步的把刚刚 画出来的曲线来做一个 跌图 我们会发现呢 刚刚 得到的一个平方反比的曲线 也就是说我们如果想要得到数据是一个 作用力跟 位置的关系是平方反比的话 也就是它们距离是平方反比的话 那么这个曲线似乎要更 有明显的一个 曲率的变化 那么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在比较接近 大M的一个 位置 来看的话 很明显的我们真正的薄墨的曲率和 如果我们想要 希望能够得到一个 加速度和距离平方成反比的关系式的话 似乎它的 薄墨的一个曲率的 效果还不足以让它产生 跟距离平方反比的一个结果 最后我们可以把刚刚的这些 研究的结果来做一个 总结 我们 从实验1可以得到我们的 加速度跟大M是一次方的关系 那么在实验2里面我们会发现它的那个 作用力和小M也是一个一次方的关系 最后呢我们从 理论的计算上面我们可以得到一个 引力是跟距离的一个 0.894次方的一个反比关系 所以似乎我们可以从这边可以 发现 我们在处理 万有利的 广义相对论在解释万有利的这个 概念的时候 利用这个弹性薄膜的时候 似乎它只是一个概念上在解释 广义相对论在解释万有利的一个 比较具体的一种方式 但是我们真的把它 拿来做实验的一些 数据的处理之后我们会发现 其实这个 这个结果似乎没有办法得到 真正的万有利的一个 数学关系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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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